9月1日向来爱健身爱打篮球的余文乐现身上海为品牌助阵 现场还请来了前NBA的明星Paul Pierce 携手共享胜举 现场聚集了众多粉丝以及球迷 现场气氛火爆 率先登场的Paul带领着余文乐一起投篮炫技 帅气十足 第四次来到上海的Paul呢 对于上海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怀 最近忙于拍摄新戏的余文乐也是百忙之中抽空来到现场 热爱健身的他 即使每天面对繁重的拍摄 也不忘每天锻炼 挤出一点时间来替跑身材的呢 谦虚的他坦言 现在不同的电视剧网剧的拍摄方式不同 自己也在努力的适应当中 让人不禁赞叹其他敬业的精神来 忙碌的工作使得他鲜少有时间打篮球 他也很遗憾 对啊 就因为工作时间太长 所以打球也比较怎么说 因为打球毕竟不是一个人的活动 所以我在YD工作的时候就比较难跟朋友在同一块 所以就很难打球 余文乐在现场也感叹起自己来 工作十分的忙碌 其实很长时间 都在忙之前一直在拍戏 然后拍到现在还在拍 因为这一次这个戏可能得拍半年左右 然后中间也穿插着各种宣传 电影的宣传 今天也上了好几部电影 然后还有一部电影还在上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要做 对吧 特别常说 对 对 对